聖善學校1月25日舉行110週年校慶感恩祭 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穆利賓生主教主持 校監袁偉明神父共祭 當日也是聖保祿中途歸化慶日 李主教在《講道》中提到 在聖保祿歸化的時跡中 耶穌直接介入當中改變了保祿的一生 主教提醒一眾師生 在我們為各自的理想而奮鬥的時候 天主總會介入其中 重點是我們能否察覺 並決定跟隨天主的旨意 主教也鼓勵各師生 要在適當的時候正下來 以祈禱、備證、聆聽天主的聲音 並作出分辨 更要學習聖保祿感 勇敢跟隨天主 接受並以喜樂的心 做好天主賜予我們的使命 主教在回顧該校歷史的時候提到 學校是由加洛薩修女所創立 在這一百一十年間經歷了不少改變 而各師生也是這段歷史當中的一份子 該校的歷史 除了是各師生有份共同構建出來之餘 也看到天主的介入 主教勉勵各師生 要在將來的日子 繼續以信德去分辨天主的旨意 全心全意做好天主賜予的使命 停留著